Focus留在美国 美国官方周三寄出了最新指引 第一次要求餐厅还有像连锁食品的业者 要定一个标准 一定要把美国人的钠摄取量 平均降低12% 这是一个蛮高的幅度 可见美国人现在吃进多少 眼里面含有多高的钠 其实一般都知道 摄取过量的钠很容易高血压 引发肾脏疾病 美国十个成年人当中 已经有四个人都有高血压 而高血压又是 引发心脏病和中风的最主要原因 有民众所摄取的钠 有七成来源都是在美国的加工食品 包装食品 美国官方认为 他们必须跟整个产业 特别是食品产业努力 才有可能达到最新的减钠目标 不满器餐番茄酱的披萨 点一份外送到家 或许再加个汉堡和薯条 随时随地都能大口果腹 这些素食看似方便便宜又美味 却经常钠含量超标 引发原本可以避免的健康问题 如今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决定出手 在周三祭出最新指引 又连锁参与业者和包装食品公司 订出未来两年内的检纳标准 理想目标是让每一位美国成人 每一天摄取的钠平均减少12% 到3000至3400毫克 尽管如此 依然比美国政府建议14岁以上民众 每天摄取2300毫克的限制还要高 全面减钠刻不容缓 因为一旦摄取过量的钠 将容易导致高血压或者肾脏疾病 根据FDA统计 在美国每10名成人就有4人以上 为高血压所苦 而高血压则是引发心脏病 和中风的主因之一 至于这些钠打哪来 专家表示在民众所摄取的钠当中 有高达70%是来自事先已经加工好 或者是包装食品 走进卖场多开饮商品背后的营养标示 几乎样样都少不了那 FDA这次点名了共163种加工和包装食品 包括素食中常见的起司 腌黄瓜 各式酱料 加工肉 以及坚果和饼干零食 等美国人爱吃 并且在疫情期间销量更好的品项 而这项谢纳利 将影响百事可乐 康宝农汤等食品大厂 麦道尔等素食龙头也上井发条 FDA表示 他们正在和这些食品业者合作 努力达成新的减纳目标 预计能大幅降低每年的心脏疾病 和中风病例 并省下数百亿美元的健康照顾费用 TV新闻总和报道